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那个外表的热闹 还要再看它背后的门道 了解它背后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更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这样的独立媒体 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做更多更棒的访问 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 就是所谓的原住民日 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屏东的里纳里部落来探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概我们看到八八风灾距今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 可是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逐渐忘记了这个在台湾不只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或是震撼 甚至他可能是一个悲痛的记忆 那这个悲痛的记忆其实也许对很多人是吓到了 可是对很多原住民的族人 他事实上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可能流离失所 他可能远离他原来的家乡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就说我做了一个安置做得非常好 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在原住民部落里面已经讨论非常久的议题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就是原住民的这个土地正义 还有包括这个永久屋中基屋等等正义的问题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跟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做相关的讨论 第一位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德勒李金龙先生 德勒你好 沙宝主持人好 对对对我每次要访问原住民的朋友 我都要想说竹名要怎么念 你念得很好 真的吗 谢谢你这个没欺账 很標準的 对对对 好因为每次我都是用混的混过去 和人的真的是不认真做这件事情 好那另外一位是这个陈一鸣 德勒你好 主持人好 沙宝 德勒比较好念 因为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 也很重要的名字 也是很重要的名字 好那我想要先启下达格勒 事实上达格勒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身份 就是你是这个莫拉克风灾永久屋权益治救会的 这个成员召集人 然后也是莫拉克这个人权出境会的 这个召集人等等 所以请你 你其实是不同的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现在叫做KOL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相关的组织吗 在这里我先感谢所有的莫拉克的在后人权协会的所有同仁 他们这个未来能够创造一个机会 也能够带动剥落 这个能够更精进 能够扶贫我们的伤痕 在很紧迫 很紧急的状况之下 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 同时很荣幸 要担任这个协会的召集人 这是大家 各位 这个协会的人 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我们协会主要的成立很重要的 就是凝聚大家这个灾后 这个灾后的所有的同胞们 能够挤集我们的力量 尝试我们内心的苦痛 能够透过这个组织 能够告诉政府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苦境是什么 这是透过这个协会能够 凸行我们对部落的期望 也对政府的要求 所以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刚刚讲到很重要 关键是苦境 还有政府的要求 所以这其实我也去 就是我们待会要特别去谈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风灾之后 族人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待会也会做一并的这样讨论 那我们的代表 这德勒 对好 那本身其实是 这个除了是一个 舞台上的代表之外 其实还是这个 里那里拖鞋子共享空间的 经营者 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经营者 所以是不是请你先介绍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一种 里那里的 这个拖鞋子的共享空间 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面临到 被拆除的这种状况 可以解释一下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这个地方是 就是莫拉克风灾重建的永久屋 就是八八水灾之后 重创了南台湾 所以从嘉义高雄 屏東台东 就盖了很多处的永久屋 不同的NGO进来 协助重建 然后政府土地拨用 无产拨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每个部落进到永久屋 每个社区进到永久屋 灾情状况不同 那当然迫切需要的需求也不一样 那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当时在整个重建 我们把它定调为便宜形式 一体适用 一国两制的概念去做重建 没有站在不同的受灾的 整个社区或部落的状况 做不同的那种重建工作 所以就用便宜形式讲求快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新建 重建了永久屋 那当然也会因为这样呢 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而产生 就比如说 官邸那里他只有住的空间 那他没有更办的一个 腹地去做发展 就比如说没有耕地 没有公墓的建制 那你更不用去谈一个 安居乐业的这个概念 所以来到这里之后 其实我们都是因为 为了要为部落的权益争取 从都市回来的年轻人 在12年前 所以我们都 这个过程历历在目 就是12年参与重建 到现在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概念 就是要保家卫国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部落 为自己的部落 主人争取一些权益 所以我们那时候年轻人 就参与了重建的工作 我们就成为那个 就是看争啊 有一些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那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大规模的重建 所以政府也没有办法去看到灭村的部落的一些需要 就比如说像小林村啊 像我们好茶部落 是当时莫拉克风在唯一灭村的这个部落 那原住民来说就是我们好茶部落 可是待遇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蛮大的一个痛 就是觉得我们的人权在哪里 那来到这里之后 刚才有谈到了 很多的一些生活技能的问题确实发生 不是当时政府的 给我们的一些上映的回应 都告诉我们说五年后 就是说土地的问题 可以化定为保留地 然后你们就可以取得这块土地 就可以变成你们的土地 那未来的发展 就会符合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法规去争取 可是这十二年来可以吗 不行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的 人口会增加 你看我们是从原乡迁到这个地方 人口增加部落会长大 那这样的一些空间 其实有很多 这个从都市回来参加部落的一些 像风宁记部落主任有人结婚 是不够住的 所以我们当时的概念 又看到一些独居的一些展者 又看到站在文化的立场 我们看到的是 难道我们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吗 这样的一种重建 它就是一种灭族的概念 我们能够接受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还是来自于老人家给我们的一些观念 他说不管人家给的多或少 甚至没有给 我们都必须要心存感恩 才能够去扭转我们遇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最棒的 最棒的改变是愿意接手 长辈给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之后 我们其实鲁凯茨也是算蛮乐观的一个民族 虽然整个重建对我们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在思考 开始去盘点我们到底能够在这么有限的土地上做什么事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周间 然后平常时间住人都 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偏向地方或原住民部落最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就业跟就学 所以我们从原居地过去的旧部落签到新好茶 主要当时的概念也是希望里平地基因点 我们能够改变环境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受教育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有钱你才能做 有钱你才能够去改变 所以大家就会去都市找工作 所以部落就当时就会变成比较老弱妇孺 年轻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 要就学的人都必须要在都市 只有这个过年或封年纪才会回到部落 那我们来到永久屋期的状况也是一样 部落的族人还是必须要 仰爱都市的工作机会 才能够去让自己的生活稳定 孩子才有未来的竞争力这样 所以我们当时回到部落的时候 其实看了几乎比较多的都是独居的战者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概念 其实心态对了 我们就那时候的想法就会觉得 我们不就是要传承卢凯族 这种互助合作的精神 小民共跟换工 这个共享共有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其实整个林纳里最早的发展就是住宿 住宿这个home stay的概念 就有点像美国的民宿 所以很多的人 其实我们常在分享 你五星级的饭店设备 这个住了之后 最后的结果就是比较而已 那很多人透过知道我们的一些推动的这些理念 包括到我们盘点之后发现 我们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民族 也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 关在部落每一家屋的椅子就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转移那种悲伤 用这样的方式去种下非常重要的文化根基 在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这种共同经营 对共同经营的这个借贷家庭 我们把它称之为迪纳里脱鞋子 那为什么在2020年会被这个采除 刚才谈到的就是空间不够使用 就是人口会增加 这个部落会长大 那很多的一些 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 假如说回复当时政府 这个NGO盖的这个房子 其实大家不够使用 那我们要求生存 在这块土地我们要卖个东西 经营个自己的一些餐厅 你就不需要维建 你就必须要征建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只能讲说政府是聊五心意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突破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 你刚刚一开始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便宜形式一起适用 那我要讲到的重点就是说 当时整个林拉里的发 最早发展就是从我们 从我们家跟我弟的这个家 借给我们这个团体适用 那我干的那个共享空间 只希望我们的接待用餐 甚至他也是我们很重要这个 就是谈公共事务的一个产地 这个我们就在谈到就类似像独立书店的概念 大家可以在这边办教育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所以我们就增进了这样一个空间 那因为是我们使用的空间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 就是关屏东这个列车的围建有多少 最起码应该也有几千建嘛 那重点就是说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因素 有可能有政治的因素 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导致那个这个我们的共享空间被拆掉 可是拆掉了完之后有没有做到这个杀机 杀机警头的这样的一个威嚇 没有啊 大家是大型土工嘛 对啊 所以表示他可能有这些需求 那代表这个是大家的需求嘛 那你政府就应该必须要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合法 我们怎么样应该让大家能够安全使用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不是拆了之后你就解决问题了 没有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有点像所谓的拒建法啦 把那个建拒掉之后 事实上那个还是插在里头 所以那个表面的东西不见 但是它根本的原因其实并没有 那刚刚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不是一般的社区 我们是灾后重建的地方 已经失去家园 你政府又用这样的方式 很无情的方式又把房子拆了 可是我觉得还好我们卢凯 就是有一个那个坚韧不拔的精神 就是就是还是会去去 不是说去挑战 而是而是就是说会去释怀很多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该挑战还是可以挑战啦 当然一定要挑战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我们的召集人 很谢谢我们的召集人 因为也是本部落的人 然后也是头目嘛 所以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 去带动了整个永久物的发展 不管是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权益的推动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像今年就是说这个月 我们是每一年有每一年的一些进程 就是说对于永久物权益争取的一个推进 那当然也有一些很有良知 甚至很用心关心圆民议题 尤其永久物议题的这些学者参与其中 然后我们原住民最悲哀的地方是 就比如说一个部落有一半被摸摸头有一半是看到部落的问题 所以政府就常常有两面手法 你们先整合之后才是你们真正的问题 你们自己都搞不定了 我怎么帮你们搞定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恶的地方 可恶两个字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像你们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很有争议感的媒体 让更多人看见政府的不公不义 所以其实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谈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一个问题就是便宜性是一体室友 那这其实是忽略了这个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族人的这些差异性 以及刚刚谈到还有一个所谓的需求的问题 就是当时可能是以盖房子 或是一部分的公共空间 可是随着人口的成长 随着这个环境的改变 随着生活形态的不断的变化 那它其实应该对你来讲 它现在是一个更弹性 更有可能性 而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法令的限制 所以在你们刚刚特别谈到说 因为你们想要做这个空间 然后也许在某种的经营上面 一个共享民宿的这种需求 所以也必须盖了一个所谓的在政府的观点里面 它叫做伪见的东西 但是政府从它法令来讲说 这个就不是 这个就不行就是不对的 所以就把它拆掉 OK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跟历程 不过我想要再回到一个更源头的地方 就是当时在盖这个永久屋的时候 或者是当时在做千春的时候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政府其实没关系 没有办法这时间很赶 那大家可能要赶快去做这个安置 那在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讨论 这到底有跟你们做得过什么样的讨论 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 政府哪些 他们是接受哪些 事实上他们又不愿意接受 那那个讨论你们觉得是足够的吗 其实我要讲一句话 那我们原住民对土地 对房屋的一个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土地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生命 那房屋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传承 那我们今天到达一个地方 我们是受灾复 从我们的部落 从我们的故居 搬到这边来 这个我们在政府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可以感谢政府当时在紧急状况之下 建立了这个部落 同时也创造了一些这个临时法条来管理我们 这个无可或讳 我们是感谢他安置我们在这边 但是后面就没有后续状况 也就是说你必须 当时是为了能够把生命能够保存下来之后 后面你就必须检讨 要怎么样让我们现在的部落 能够恢复正常的状况 能够取得他们必须长久居住的一个条件 所以当时 那我们这个领导也不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没有再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还好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个像我们李代表 他从他的公子上面退下来 毅然决然犯弃他公子的身份 来回到部落参加我们重建 同时他建立了我们这个卢凯产业协会 是三个部落来到这边第一个创造的一个协会 其实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 过去在部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光事业 其实我们都是刚才讲的小米田 就是农作物 让我们就可以生活了 但是来到这边真的没有土地 什么都没有 要怎么过 还有这些年轻人能够开始检讨 我们怎么生活才创造这叫观光事业 观光场业 才有今天的这个样子 但是政府也是极力推展说 要发展观光光 这是带动你们部落的一个发展 是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 默许啊 而且呢 所以这个不是政府去引导的方向 不是 这是当时是我们自己先创造之后 政府发现 这个可行 有成绩之后来这边就 可以扶导你 然后呢 有什么计划可以做这样 然后把这个政绩呢 又拉到他们身上去了 OK 然后从前做的 我当时的那种情景说 哇 这是我们八八风灾之后的四贩 四贩居落 这才叫观光拆枪 结果呢 结果到最后是拆房子 OK 那其实 我们部落要求的不多 那我们原住民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相信政府说转型正义 是带给我们更多的空间 同时也建立了我们原住民基本法嘛 对 但是呢 受伤的既然是我们自己 所以那我们一直要求的 我们各永久屋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好茶部落一直要求的 因为我们的地区已经是没办法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既然来这边 刘开祖的概念就是 到哪里既要好好的把这个地方建设起来 成为可以交代我们后代子孙的一个 一个原地 一个花园 所以呢 所以我们既然来这边 以为我们认为在这边可以全力发展 政府又鼓励我们可以开创更多的这个产业 所以我们大家全力的互相配合 才创造今天的一个局势 但是到后面呢 是把我们斩了 OK 所以从你的意思是说 政府在当时八发奉战的时候 那我们就盖了一个永久屋 然后让你们迁出 到这边可以好好的生活 可是生活不是只有房子住而已嘛 对不对 生活可能包括例如说你们传统的农业 或甚至是有些部落 或是以狩猎为主 可是到这个地方 可能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那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要吃什么 到底要发展什么 在这个部分政府相对实际上是比较消极 或是你们觉得做的不够的吗 我是觉得文化差异性的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站在原住民的文化的角度 或是说受灾的角度去看见 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住在永久屋的一些 那个同理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当时有可能就是 我们刚才谈到平义席 就是想到反正重建 然后给社会的观感 我们做好了 可是却没有看到后面的一个 就是我们真正要住在这里的人 他是一辈子我们要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像我们过去的部落 像我们的家的概念 而且是有土地的 这个耕种对卢凯族对原住民来讲 他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本来就是传承的东西 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是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曾经办过一个叫做 没有小米的逢年纪 其实主要是在讽刺 很悲伤 在讽刺当时的政府在整个重建的那种错误 甚至没有站在原住民的角度去看见 因为我们常常在分享 其实台湾之所以美丽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宝岛 每一个族群它都是台湾的价值 甚至必须要被保存的 可是我们因为政策的错误 难道就要让陆凯族的文化消失吗 让一个部落消失吗 所以我觉得这事件很重要 当然还是有不救的方式 所以我们谈的又回到权益的议题 对 就比如说好 我们好查现在很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跟小林村一样是灭村 那当然这个马加大塞 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他们会回原乡再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电有水 这个使用上是没有问题 土地的连结 这个狩猎啊 农耕是OK的 那好查是完全不行 道路没有重建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就比如说土地的议题 这个好查这个 过去灭村的这一块 朵朵的这个新好查 它现在已经变 灭村之后它变成行水区嘛 那既然变行水区之后 你知道这个土地的 所有权人是谁吗 还是我们大家 可是政府它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使用 没有办法 它又告诉我们 也要再缴税吗 没有 没有 山山土地没有再缴税 它又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能回去 因为已经变成行水区 所以这个权益它是假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既 像好查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案子 政府你应该要告诉我们 是不是可以以地换地的方式 就把里拉里我们现在使用的土地 跟我们原本的新好查土地做交换 对 不然你又叫我们不能去使用它 那实际这个潜力是 你的意思是说 里拉里这边的土地 你们其实是没有所有权 土地是没有所有权啊 就房子 房子 房子它又不是全部的权利啊 它有设定啊 你不能转让 不能买卖 只能继承啊 那土地是所有政府的 政府无产提供 所以可以 可是站在一个政府税收的概念来看 无产提供 那政府也不可能 让我们做到五十一百年 告诉我们说 请财务还地 不可能嘛 既然不可能 政府你应该就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土地是不是要用卖的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拥有 那对政府来讲 你长眼去看 大家可以缴地价税 其实对地方税收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我们住在这里是完全 这边板手板脚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 我们就是受灾祸 我们就是重建的永久屋 当然土地是我们 我们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它就是 所以对你来讲 是有个寄居的感觉是吗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的这个 新好茶密村的那一块土地 还是我们的所有权 所以政府是不是应该 可以听我们的建议 就是用一地换地的概念 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 灭村那一块土地 跟我们现在里那里这块土地 可以做交换 那未来其他永久的土地 以后它再演你也可以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嘛 对不对 因为已经是行水区 我们也无法使用到 政府你也强制要求 我们不能回去重建嘛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用土地的方式 来做交换 你政府也没有损失啊 而且当这块土地 是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缴地价税 虽然地价税没有多少啦 可是最起码都是政府 很重要的那个啊 所以对你们而言 其实就是一种双卡啦 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旧的部落 原来旧的原乡是卡住了 因为土地虽然是你们的 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使用 那在这边虽然这个 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 能够使用的也是有限 它没有办法买卖只能够继承 甚至刚刚谈到 但是房子 涂地就是政府 OK 所以是一种双卡 所以有点 这个双卡然后整个被卡住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来讨论 就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有 也许会有一些汉人 或是有一些不是在部落 你们会觉得说 给你们住就很好了嘛 有这个住的房子可以 不然原本都没有 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 那这到底 到底这些房子对你们来讲 实际上面生活是什么 然后永久屋的议题 为什么要吵那么久 永久屋不是在这里 就可以住的很好吗 那难道不要永久屋吗 难道要怎么做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再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過大空間不夠 違憲做方向嚴重 評論管政府 要強制貼毒 李娜福德部落的兩個違憲 今天才有十百名民眾 去管政府認證 不過常常有人拿起由自己祝福 我們跟所有人都認證 根據了解祝福的民眾是 李娜福德部落生日路的 技術工作已經有七十歲 當時大家都在 管政府頭前的空氣 沒有人來注意就說 站在後面的這個技術 才有早起床 鄉鄉下火的點頭現場是很紛亂 明明官警把他扭去水底下 有關官警把他送去 病毒便宜去救 人現在也已經轉去到 高雄的中間便宜 燒湯上重心 不過是要不要來 脫離危險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的經費來自於全民的支持 歡迎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更好更深入的訪問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談的是 其實已經延宕了十多年的 一直以來存在的爭議 就是在八八風災之後的 是所謂的災後重建 到底現在重建的狀況是什麼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也許他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美意 以及很好的安排 但是從居住在永久屋的部落族人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兩位來賓 一位是Dakaral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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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 的勒 對不起 有比較標準一點嗎 有 有 有 大家都對我太好太客氣了 好 那剛剛其實我們的代表提到以地換地 那在以地換地當然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他可能覺得說太麻煩了 因為這個土地所有權很複雜 然後這兩邊的土地也許 它的價值或者是它的管理 它的歸屬是不太一樣 可是對我們來講它卻是一個能夠 至少可以做某種初步解決的方法 我想要再請教大家 為什麼你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呢 其實對我們來講土地 我講過一開始我就講過 土地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生命 房屋對我們來講是一種傳承 那因為我可以登刀指入的 就是因為我們好茶部落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滅村 那我們那個地方在政府的理念來講 那邊已經是沒辦法使用了 已經算是河川地了 但是權力還是在我們這邊 但是我們既然來到這邊 我們希望能夠一個穩定 能夠持續的發展 那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半空中 因為什麼也不是 雙卡 雙卡 那沒有一個穩定的基地 是沒辦法發展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既然那邊不能使用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以地換地 那我也知道政府在很多在法律上 還是需要去變更 讓我們能夠得到應有的一個照顧 但是因為法律是人在改的 那你政府本來就是要照顧你的人民嘛 那每一個部落又每一個部落的一個狀況 那我以好茶的例子來講 我就是我希望能夠有個很名正言順的 就是自己的土地 這樣等於就是你租一個衣服給我 那我這個衣服我是不是到處還是要還給你 再加上你給我的衣服 再加上你給我的衣服 已經當時我是小孩子 我長大了 我根本就穿不下去了 然後又要還給你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要做好幾次的一個功夫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政府既然你認為這個原住民是這裡的主人 那不如你就依照你的概念就是把這個土地還給我們 但是呢 我們並不是說白拿 因為我們講的是 我們也是很客氣 我說以地換地呢 所以我們的意思不是說要求你是為了 我們是為了這個土地 而是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來傳承給我們的後代子孫 我們講的不是現在講的 我們要讓我們的子孫知道我們努力不是白努力的 雖然我們曾經受傷過 但是我們全力經過政府的協助之下 我們扶貧我們的傷痕 意思是這樣 所以讓我們放開心胸來穿造我們的未來 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很簡單 以地換地 其實政府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只要輔導我們 我們絕對這個民主本來就是想要創造一個非常 就像以電影的一個地方一樣的一個生活 所以政府只要你依法把這個土地依照規定還給人民 人民絕對是發展到你無可限量 從某個角度來講 事實上你們已經把你們的土地貢獻給政府 例如說原來的舊的部落變成行水區了 那它不就是一個公共的區域就是讓水可以流 那從某個角度你們已經給貢獻給政府 但是事實上你們在實際上面並沒有得到這種所謂的土地上面的這種所謂的回饋 或者是能夠以地換地 那這個訴求跟政府提了多久 他們有說他們怎麼反應呢 他們有什麼樣的困難 例如說我自己想到的困難就是說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可能是不同的單位的 例如說以前這塊土地好像是台唐的 那台唐可能會涉及到經濟部 那經濟部可能就會涉及到他們願不願意 或者是他可能地幕的變更法規的問題 或甚至剛剛談到能不能夠去 不管就算不是以地換地好了 就算這邊能不能夠再去做擴建 那也會涉及到修法的問題 那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不是政府就想到這好囉嗦好麻煩 他們怎麼去解決怎麼解釋這些現象呢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我們在這幾年在沖撞的過程中 確實也是慢慢就讓一些工部門 或是這些長官們能夠去看到實際永久屋的問題 那只是就是說你要大規模的 這個不同永久屋一起來做土地的這個改變 很像是有一些困難 可是在困難的過程中我是覺得應該是還是要以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滅村的開始做這樣的討論 所以也不是一個全面的慢慢的一個個案一個個案開始處理 剛才講過就是說每一個部落來永久屋的受災狀況不同 比如說那誰又要去這樣子做法 我們的權益在哪裡 尤其對我們好查部落來說那塊土地的所有權 沒有還是我們對 那我覺得怎麼變更怎麼這個行政程序怎麼走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政府誠意的問題 你覺得甚至它可能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對不對 我覺得也沒有到所謂技術的 它很簡單就是說只要政府點頭願意做 其實這個事情就可以做嘛 政府絕對這很多事情就譬如說 當時為什麼會成立所謂的特別條例 就是要去解決一些冗殘的問題 那實際上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 我們只是希望說去保障我們的權益 那土地的部分我們先從好查這種 比較特別的一些狀況受災比較嚴重的 就譬如說像小林村或好查這樣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們用以地換地的方式 是可信性是絕對有的 然後能夠這個土地換了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照政府的相關法規 去重新蓋我們構築的空間嘛 使用的空間就譬如說好這個土地是我們的 那我的信用好我有這個能力 我有好的工作 我就可以把這個人家圓圈的這個當中 因為實際上住了十幾年問題很多 螞蟻特別多 漏水的問題啊 甚至不夠居住的空間 那我們就會當擁有這塊土地 然後我們又因為實際上的建築力 整個林那裡它是滿的 所以實際上假如說土地變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政府的一些建築法規 的相關規定 來去蓋符合我們居住的空間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 它就變成就是我們的主家嘛 對我們兄弟姊妹來說 對很多的家務來說都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你來講 你們都想要併居在這裡了嘛 對嘛 它就是一輩子 我沒有地方去了 它就是一輩子我們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這個部分 能夠去看見而去解決 那譬如說好 現在你說它已經是行水區了 那你憑什麼要我們不能回去 使用我們自己的權利 它是我們全部的權利 那塊土地 可是你又告訴我們不能使用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談 怎麼來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 所以政府有跟你們談嗎 沒有啊 都沒有談 對 所以我覺得當然有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包括真的找到有良知有良心的官員 我覺得還是一樣 我們一直在講說台灣是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可是有時候很多的地方 人權的保障是不足的 這從某個角度來講 所謂的災後重建不是蓋完房子 蓋完有久屋就結束了 重建可能不是一個五年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 因為它是一個舊有的一個 不管是地理的景觀被破壞掉也好 或是人文的環境 甚至生活的區域被破壞掉也好 這其實那個災後重建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去做好了 土地的富裕也不會是五年吧 它可能是一百年 那同樣的在原住民的聚落裡面 它可能也會五年十年 甚至更長一定是更長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都是一個整體的思考跟規劃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土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地換地對政府有什麼損失嗎 沒有啊 為什麼不能做 對 我的疑問就是這個 這個也本來就是 需求 當時的需求做不同的變更 跟改變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不能說停留在那個地方 對所以剛剛也談到 如果是一個特別條例的概念 也許它就可以解決很多 在技術上面繁瑣的問題 這當然是 當然實際上困難 也許政府困難我不清楚 但是它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說如果連討論都沒有 我覺得那個可能就 就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一種狀況 那其實它這個土地所有權的問題當中 其實我們知道在去年 這個盧長老 也曾經因為是相關的問題 原久我的問題 事實上也自焚 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在媒體上面 除了公庫當然有刊登了這個 中山大學老師的一篇文章 但是事實上在媒體有關於這些相關的討論 並不是太多 盧長老這件事情是完全是被政府蓋起來 這麼說 就是因為沒有報導正確的 當時正確的情形跟訴求 而且是已經遭到污靡化 那其實正確的盧長老 他是一個非常正直 而且是獨信嫉妒的一個斬折 那對部落的期盼 對政府的信任是相當的高的 那當時因為他會自焚 他絕對不是因為他個人的事業 也不是為了他是個心裡有問題的人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他主要是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夠用他的生命 來換取部落裡面的團結 第二個就是希望能夠讓政府重視 我們現在的狀況 要讓政府清楚了解我們現在的需求 那第三個呢 也就是希望能夠在我們這個 用他的基督的精神來喚起我們的基督徒 能夠更堅強來為這個部落 是這樣子的一個心境 但是因為當時這個媒體遭受到打壓 就是這個媒體被控制嘛 所以他報導的都是負面的那個報導 所以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你的意思是說 張老治粉的訴求原因並沒有被充分 對 沒有被充分的傳達出去 讓第一個 連部落裡面都被封閉 從部落就被封閉了 那你怎麼說 因為用不同的名代啊 用不同的名代 然後我們部落一些幹部呢 用傳達的方式是不同的方式來傳達 讓部落裡面解的是 是有個人問題 個人問題或是有起因啊 是這樣子啊 有人指使 對 就是我們也不 我們也不 我們也不 我們 而且真的是把這個物名化 真的是造成他真的 他做了這個事情 如果說今天他的生命真的是真正過世了 生命沒有的話 那真的是他是白白的浪費了一個生命 白白的犧牲 真的白白的犧牲 所以我是希望透過這個 我們這個勇敢的媒體 能夠把真正的傳達 他真正的意義 他真正的精神能夠傳達出去 讓大家都清楚 不要一個生命就這樣子浪費啊 所以我要特別在這邊說明 盧章老他真正的本意是在哪裡 絕對不是因為私人的恩怨 或是他心理上的問題 可以多談一下他自己的製粉的 就你所了解他所製粉的原因 例如說他到底跟永久屋 跟這個我們土地之間的所有權的 這些關係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 講南天人 他其實他自己有一個官司 就是土地的官司 其實他是在捍衛自己的土地 因為這個 實在跟我們波爾的 也是跟袁敏輝一直到我們的 深城府相關所的一個計畫裡面 發生衝突 其實實際上的衝突 那個裡面的內容太多了 其實實際上其實當初的計畫 政府的計畫並不是要針對他的土地 是針對我們古道的一個修復 那因為地方上的一些人就是 為了突顯自己的這個 突顯自己的能見度 或是自己的權利 變更了那個計畫 但是又沒有經過憲政務的核准 就是做出了一個裁判跟一些行為 然後破壞了盧長老他土地上的東西 就這樣子引起了一個法律訴訟 後來盧長老也是勝訴 但是這個勝訴 並沒有讓他的作為 讓大家了解他是一個正義之士 反而是他付出了生命 反而是被汙迷化 變成是他家的笑柄 變成是破壞這個生命 破壞部落的一個象徵 所以真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也是很心痛 包括我們兩個都被青年在裡面 是說這個李代表這個打根鬧 指使了盧長老 要做這樣的一個激烈的行為 其實我們兩個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後來看他的傳簡信給我說 才知道原來他是這麼堅解 他傳什麼簡訊方便說嗎 他當時就是用上帝的話 說上帝他用生命來拯救我們人民 用他的生命來喚起我們對主的一個信仰 那同樣他也是講 他要用他的生命來喚起部落的一個團結 用生命來提醒政府對部落的重視 然後他用生命來激起我們宗教界的所有信徒 一個就是講真話 說真話講真話的一個正義的概念 他是這樣的一個很用心 但是完全是被打壓到根本大家都不知道 他有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是看到這個才知道 還好他人還在 他會精深精力出來講他的過程 所以我是希望透過各位的有良心的 有正義的媒體能夠傳達這個 非常可惜的一個可口可欺的一個經歷 那代表你沒有指使人家吧 我去指使我們那一天要去縣政府澄寢 前一天晚上跟一大早我們還在告訴大家 我們去就是表達 就是要和平的做澄寢的動作 我們不是看真喔 澄寢 然後我們大概幾分鐘我們就結束 我們沒有申請集會遊行 就在舉盤之前才會結束 我們就是不能有任何流血的問題 我們這個安全很重要 我們一直在傳達一直在要求 對 那阿馬路張龍比較大遺憾 他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 他對遊行酒屋的一些不滿 尤其是整個這個遊行酒屋重建 對我們剛才談到的 有可能會因為政策的錯誤導致滅族 或不是說為了孩子們未來的發展 都是在政策錯誤之下會導致的 所以他很想去表達 就是我用這樣子 就是背這個衛審背這個十字架 然後為族人去爭取權益 我要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去正視永久屋的議題 永久屋人權的議題 接觸空間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 這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站在我們的列審團是我們不希望 對 我們不希望他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訴求 那有可能就是一些關係 他真正要表達就是永久屋的問題 那也希望透過他的犧牲 讓工部門去正視永久屋的問題 這是他去 我們後來去問他 為什麼這麼勇敢要做這件事情 他告訴我們的事情 甚至他也從十里復活 有下第一看到一些 他有做這樣的見證 而且他在家務病房也曾經被通知病危 到後來又甦醒到現在 復健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你們下次可以再做這一方面的轉返 來問問他整個過程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經歷真的太痛了 我們光在旁邊再看 尤其是家裡人的那種精神壓力 很辛苦 包括到所已經不是很富裕了 可是又因為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導致他家裡必須要花更多的心力 可以花更多的錢來做後面的復健治療的過程 還有這些交通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 所以蠻敬佩他的精神 可是這個是我覺得方法有很多種 這種方式我覺得 這不是一個最合適的方法 對 最合適的方法 尤其是我們又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 那當然阿嬤剛才有講到 就是阿嬤柳其春她一直表達的地方是 因為對她來講這就是一種犧牲自己 讓政府去解決我們永久屋的問題 這是她一直不斷跟我們表達 她為什麼要用這麼激烈的手段 OK 可是我還是要再請你多說一些 就是例如說永久屋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或者是剛剛談到整件的問題 那但是你特別談到說會不會變成是一個滅阻 那對很多的這個不是 就是盧凱族或是不是住在這個地方的人而言 就是我在上一段問說有房子住就很好了嗎 你們要自立自強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有住然後活下來 然後到時候就慢慢的發展起來 政府不可能照顧你們一輩子啊 怎麼會一天到晚跟政府有提出這麼多的訴求呢 我想要請你再多說一點就是說 對你們而言這個房子這個土地這個家 對你們的到底的觀念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嗎 那你們會希望政府來照顧你們一輩子還是其實 這其實也只是一個政府必要的責任而已呢 但是這個責任又要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到底什麼樣的程度呢 沒有我們一直在講述的就是 政策的錯誤導致的後面的不對的結果嘛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說這個政府在重建的過程 沒有到位 OK 那另外一部分 剛才我用比較舉例的方式讓你懂 那有可能在平地人的立場 也有平地人有取得永久武的 他們的立場就會覺得 沒有像我們原住民對土地啊 對這個 這個商林的這樣的一種情感 觀念不一樣 OK 這個生活文化不同 那對他們來講有一棟房子就OK 可是對我們原住民來說 這不夠的 我所謂的不夠不是說我們要很多 而是我們希望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持續延續我們的文化的命脈 那就譬如說好 三菱大愛他們是混居的 這個有一千多幅 那個是持續蓋的在高雄嘛 對 那他就整個重建 我有講過嘛 各縣市的重建不太一樣 就譬如說 像阿里山這個竹路 他們都是從阿里山下來的 竹路社區就是平地的那個鄉嘛 就是在阿里山的大門口那個地方 有一個紅石之會蓋的 他們都是從阿里山下來的 那個州族的原住民 可是因為重建 他們的父親離開了阿里山鄉 他們進到這個番路鄉 我忘了 他就忘了是平地的鄉 對 他們就失去了很多原住民的權益 沒錯 OK 原住民原來不去 所以他們就沒有把他們原本 山山的那個行政區 就譬如說像我們烏台鄉 我們這個地方是屬於馬家鄉的行政區 可是我們把物台 我們原本的那個行政區帶下來 OK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不同的縣市的做法不同 就譬如說你看阿里山鄉的那個 他有選舉的 他的那個權力受損 他不能選他要選的人 類似像這種 甚至這個平地人的鄉 沒有所謂原住民的那個 譬如說事務的那個客室可以做服務的 沒有 所以舉例這種 那 山林這個大愛 這個布農族的 這個族人 他們很多的人都理 大部分的人都回山山 因為他們覺得在這個地方 居住 不像我們的部落 也不適合我們居住 我們還是要仰賴山山 因為他們比較多都是種梅子啊 就是山山的產業嘛 在那個地方只有住 所以也導致他們離開永久 回山山住 可是山山可以住嗎 在現行的這個商販企業來講 是不允許的 可是政府他默許 真一隻眼逼一隻眼 我的意思是說 有很多的這一方面的問題 那回歸到我們好查的問題 我們來到這裡剛剛講到的 我們俗稱的家 我們俗稱的部落不是這樣子 對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在談到這個 居住權的問題 包括到這個生存權的問題 我們來到這裡我們就舉例 我們推動這個民宿合法化 我們也歷經了很多的努力 政府在這麼有限的這個產權 他們願意給同意書 我們才能夠申請合法的民宿 那我們在部落做這個觀光產業的發展 其實實際上 假如有新的這些旅行車 他也可以告我們 可是我們又跟旅行車不一樣 旅行車他們來這邊是消費我們 有可能就是帶人來拍拍屁股 營造是你在營造 我就是帶人家來 我就來觀光來看看 可是我們回到部落 所以我要講的地方是說 莫拉克風災之後 確實產出了很多的那種 部落小旅行或是去小旅行的發展 可是你要看到所有在推動發展的人 都是在地的人 當地的人 對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建構我們部落的社區營造 文化傳承的課程 比如說我們做的這代家庭 這種語言的發展 塑造的環境 是對我們來講是有利的 那陪伴展者 甚至有一些地方創生的一些發想 包括到我們現在有很棒的部落的 這個導覽接受的團隊 手工藝的 包括到這個有一些部落族人 年輕人回來開餐廳 可是我們涉及到的都叫做違法 在整個這個觀光的角度來說 所以我的意思講是說其實有很多的那個 可是我們能不能用其他的高度 政府看到我們的問題 立一些裝法來幫助我們住在永久屋 所以我們都是在法律邊緣在行走 這個很危險 所以我的意思講說 我們來到這裡做什麼都是違法的 那我們也不要說政府要照顧 我們不需要政府照顧 可是你本身的相關的規定 不管是土地權的問題 居住空間的問題 我們能夠找到一個 就是我們在講的 是法性的部分 讓大家能夠很安心的在這個地方 那我在我家開餐廳 我就可以符合政府的相關法規 下方設施的一些要求 去登記營利事業登記證 我們是可以做到 可是現在所有永久屋的 這個建築法規來說 是都不允許的 那我們怎麼生存 所以我的意思講說 我們是希望它能夠真的去成為我們 就像自己的家 自己過去的部落的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每一個家屋 它就形成了一種很大的特色 這個歐式的建築 結合了盧凱族的建築文學 對 我們把我們過去盧凱族 非常重要的客廳文化 大家把建構起來 那個是在幹嘛 那個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是對過去家的十年 也是希望說有家的味道 因為那個空間就是家裡舉行重要 慶典活動的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包括到這樣的延展都是 都是維艱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在 政府的協助之下 我們大家都想合法 可是很多的一些政策 它是法令 它是扳手扳腳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 你們是被畫在一個特區裡面 但是這個特區裡面 彷彿感覺是 我們把你們救到這個特區裡面來 可是到這個特區裡面 其實剛剛談到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限制 然後事實上沒有辦法好好的生活 甚至不但沒有辦法好好的生活 工作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 例如說跟土地的這種連結會有問題 甚至剛剛談到傳統的文化 或是這也就是你為什麼會談到說 可能整個族 整個部落的一些文化觀念 會因此而消失 就是在這個特區裡面 那這個特區其實 可能就是以前馬英九的時候 東方普羅旺時 那它可能變成另外一種樣板 而不是真正的回到土地 回到人民的生活 我們剛剛談的 雖然談了很多 就是一直在對政府做訴求 對政府有一些說法 我想節目的最後 也要請兩位 再跟政府簡單的講幾句話 你們希望政府 怎麼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呢 其實我對政府 我並沒有說要求政府 一定要怎麼樣的照顧 但是要讓我們能夠有安定心 安定心 所有的事情中的合法性 這樣我們才能夠放開我們 過去原住民的這種開朗 這種創新的那種 對 所以我們一再追求的就是 希望政府能夠給我們一個很穩定 很確實 這個感覺到安全的一個心靈 不管在硬體 不管在軟體 或是在我們心靈上面 能夠就像回到我們的部落 一樣的心情 是這樣 就是我們沒有要求政府 也要給我們領吃飯 領什麼都要 不是這樣 我們要的 只是讓我們 我們自己都可以 何必 對 我們只想感受到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的家 這個就是我們的土地 這個就是我們傳承用的生命 這樣 OK 代表呢 對 我們還是非常謝謝這樣的一個 這個公民 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制度 好酷 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有機會去 讓更多的人去認識 永久的一些 重建之後的一些狀況 那也很擔心就是造成 這個一般人對我們的誤解 我們都是災厚重建返鄉的年輕人 當初回來的最主要的宗旨 也是希望能夠透過在外面 學到的知識 回到自己的部落 然後為自己的部落 爭取更多的權益 所以我們在談到的就是 土地爭議的問題 我們希望土地的問題 能夠讓我們有全部的權利 我們就可以符合一些 政府相關法規 然後能夠放棄 也就是刪除這個 那個就是當時訂定的那個 三番企業 現在政府又說要寧定兩番企業 所謂的三番企業就是 NGO政府跟住永久屋的主任 這叫三番企業 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 契約的規範 讓大家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些阻礙 尤其是發展生存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既然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應該首先就是人權議題的問題 應該必須要去正視 那所以刪除這個三番企業之後 我們怎麼樣針對 可以回 可以原鄉在地用的一些原住民的 這個住在永久屋的這些族人 去有一個更好的一些使用 因為我覺得我們原住民是不能離開 在祖先所傳下來的這個山林的管理 或是使用的這樣的一個權 因為它有很多的山林智慧在裡面 對 這也是一種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文化保存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政府能夠去正視 然後訂定一些很辦的一個 譬如說像現在林務局有所謂的那個 那個什麼共管機制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這個發想 那對住在永久屋的族人 對原鄉的在利用 我們怎麼樣訂定一個很適合 政府可以接受的 族人也可以接受的一些發展 而不是用這樣的一個不人性的規定 來約束大家不能回山上 可是大家還是必須要 因為文化的需要 自己的所有權的土地都在山上 怎麼讓大家能夠透過回山上 可以持續這種 自己族群的這種聲明跟文化的這種 生存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有很多的一些相關法規 我覺得法令它本來 剛才談到的是人在定 那只是說我們怎麼樣在符合 永久屋的這個區塊 有它很辦的那種專法 或是特別的一些法令 是符合這個區塊使用 我覺得這樣的部分 才能夠對住在永久屋的族人來講 有更好的一個生存的保障 我想任何的政策其實都不應該只是一個 所謂的私語給予 或者是一種由上而下 在民主社會當中所有的政策 即使是所謂的災後重建 即使是某種所謂的恩惠好了 它都還是要經過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民主的這種討論的過程 那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所謂的災後重建 這件事情它絕對不是蓋房子 它絕對不是一個五年或是十年 它可能是一個整個文化的重建 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這種保存 是一種精神的流傳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也希望在這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相關單位 能夠去理解到這邊實際上面生存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也會持續的在追蹤相關的議題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討論更多 但是不要那麼嚴肅的議題 OK 好 下回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